啥问题啊 浑身头疼 啥时候开始的 前几日 一朋友带我去须迷有力 于野外看到一朵 五彩斑斓的蘑菇 有点好奇是什么味道 这种诡异的蘑菇肯定有问题 怎么能随便吃呢 没错 我也是这么跟我朋友说的 我们便走了 然后呢 我们走着 发现那一边在搞活动 许多人在争强末屋 就凑上去看了看 会曾想咔一下 一个三角形的铁嘎的 就砸了过来 天哪 太危险了 咋哪了我看看 我这样一个走位便躲开了 把我朋友吓了一跳 不是 你能说重点吗 就是那边城里在搞庆典 还有小摊什么的 然后就有个小摊 悄咪咪出现 都说什么不可描述冠状知识 我实在没忍住 你糊涂啊 就让我朋友买一瓶尝一下 说点跟你有关系的 我一看到使用之后 陷入了呆质状 顿卷不妙 说是十那十块 这小贩又从兜里 掏出了一包神秘的药粉 举到了我面前 这莫不是一种毒粉 长生 准备下银针 结果我摸了我朋友口袋 半天没有找到钱包 就没买 略觉可惜 你 我只是想更好地让你们掌握我的病因 这位爷 您就直接说跟您症状有关的事行吧 也好 彼时一群怪爷围住我 说我朋友身无分文 我买的东西不能带走 还要扣我 我懈死少找麻烦 便起身想走 结果一毛戳了 你又躲开了是吧 起机实实 臭中了我的胸口 啊 这么危机的事情 你还这样磨磨唧唧 你看把我揣着这蘑菇 都戳成啥样了 你是胡桃拍过来搞我的吗 我怎么也突然感觉浑身头疼 我就说这蘑菇有问题了 啥毛病啊 就是前几天须米搞庆典 好多小摊啥的 然后就有个小摊 都受什么不可描述冠状知识 结果我 嗯